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此游历参观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鬼子就曾经骚扰了这里 正在他们准备在寺庙中烧沙抢月之时 祝神拿出来一件东西给日本人看 使这座寺庙最终免遭浩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抗战时期 中国大骗国土文文显成为日本的占领区 日军占领江苏后 对当地人民进行了残忍的屠杀和扫荡 其中就包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这是昔日最美好的江南风景 已经不复存在了 变成了兵勇的人间地狱 除了对平民时报 日本鬼子对早已顿入空门的出家之人也不放过 日军侵入巨绒毛山道观石 放火烧毁了六百多间房屋 残忍杀害了二十多名道士 此外 在从丹阳到南京的沿途之中 日军也到处焚烧寺庙道观 残忍杀害 无辜民众和僧侣道士 被杀之人中不乏向普庆大师等得道高声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以至于这些与世无争 一心修行的僧尼也加入到反抗日寇 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来 位于镇江堡华山 在龙昌寺就是其中之一 龙昌寺中的僧众都是爱国人士 他们以寺庙为根据地 为抗日军队照做伤员 收容无假可贵的人 寺中的青壮年则纷纷拿起武器 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 1938年 500多名日军包围了龙昌寺 他们之前已经接到汉奸密报 确定寺庙中有抗日武装存在 于是便闯入寺中大肆搜查 得知此事 龙昌寺住持妙柔大师 马上将所有抗日军队伤员 藏在后山的地窖之中 然后将藏有武器弹药的山洞 用草莲覆盖住 最后 他将所有寺庙僧侣组织起来 藏进大雄宝殿之中 以免遭到日军枪害 即便如此 由于日军来得太过突然 还是有四名小和尚 因为来不及躲避而被日军杀死 进入寺庙后 日军便开始翻箱到贵大寺搜查 结果搜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员和武器 于是恼羞成怒的日军 就把寺中全部僧人抓起来问话 他们叫嚣着如果不交出抗日武装人员 就把农昌寺一把火烧了 出家之人过惯了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 哪里见过如此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 于是有的小和尚 就吓得放声大哭 日军咄咄逼人 注持妙柔大师确气定神贤 的端坐在大殿之中 眼见日军举起了火把 马上就要纵火焚了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妙柔指了指大殿 旁边的一口大中让日本人看 日军军官看向那口大中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 写满了整口大中 仔细一看竟然写的是日文 日本人读了一会中上的日文之后 马上全部跪拜在他 口中还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 这口中上到底写了 什么 竟然能让交恨不可一事的日军 纷纷下跪臣服 其实这口中的背后隐藏着中日两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原来早在1928年 日本昭和天皇以此中为礼物赠送给龙昌寺 上面的日文正是日本天皇的新笔题词 而仅仅在三年之后的1931年 中日战争就爆发了 日本鬼子见到此中就犹如见到天皇 自然要复服对其跪拜了 没想到 这口中在后来竟然拯救了龙昌寺中几百僧众的性命 日本鬼子磕完头后就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然而他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 第二天 日本人就又来到龙昌寺中 想要搬走这口大中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对失去护身符的和尚们 为所欲为了 不过由于这口中实在太大 日本人怎么搬都搬不动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 灰溜溜地离开了龙昌寺 从那以后 日本鬼子再也没有骚扰过龙昌寺 而这里也成为了中国抗日军民的一个 据点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 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估计日本天皇自己都不会想到 当年的这口大中 竟然成了日本鬼子们的丧重 日军在清华战争中给我国 带来了庆祝南书的灾难 他们的罪行必将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唾弃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